辣椒洋葱大火拌炒 打烹料理看起来超美味 但天气这么热 实在让人没食欲 谁会想要吃冰吧 谁会想要吃冰 那你会想要吃辣的吗 不会 为什么 太热了 南部气温高要小心中暑 有专家研究天气热 吃辣 优助排汗 调节体温 吃一些辣的 助长身体热气的时候 流一点汗 那这样子可以解热 那有时候没有流汗 反而也会流 这种皮肤也会容易生病 中医师表示 吃辣可以刺激排汗 只要汗排出来 有助调节体内温度 但不是什么辣都适合 辣椒 胡椒 花椒芥末 刺激性强 可以加在食物中调味或沾酱 但不宜吃太多 葱姜 蒜 微辣 温和 可以炒菜加蒜头 或是喝姜茶 但时间点要注意 正中午 阳气最旺 不适合吃辣 晚上或宵夜时间 吃辣伤胃容易胃食到逆流 但如果真的中暑 该怎么办 四大自救法 先躲到阴凉处 把外套脱下来散热 随时补充水分 如果真的不舒服 立刻送医 都没有出汗 然后体温一直是很高的情况的话 还是要自助到医院来 除了避免在大太阳底下时间过长 多喝水 注意排汗 吃点辣 维持身体降温的小配布 降低中暑意外 既有黄讯 宋佩成 高雄报道 芒果冰砖销成碎冰后 再铺上一片片芒果肉 上层点缀情人果装饰 最后加上一球芒果冰淇淋 一碗超豪华芒果冰端上桌 但店家说八月份恐怕没芒果冰可以吃 真的没有芒果 产不到芒果 再说那个成本真的很高 你的库存就是到七月中 玉京老牌芒果冰店 招牌就是芒果做成的冰基底 今年产量少 去年一斤只要二十元 今年涨到一斤三十到四十元 整整涨了两倍多 眼看芒果就快要没库存 只好改成限量卖 现在我们就有多少就做多少 我们以前一台斤都在二十块 现在一台斤都要三四十块 那真的吃不消了 清果批发市场 芒果摊商也少了许多 游客业者虽纷纷喊贵 但还是有人一次就扛了三龙回家 买几楼 我买三龙 多少钱 快四千了吧 今年比较贵 业者顾客都无奈 芒果变得又少又贵 民众今年想吃 恐怕不能怕荷包疼 也只能花钱买下去 记者罗彩瑶SNG小组台南报道 绿油油四季豆大火快炒 补充膳食纤维 同样是绿色植物 豌豆片甜豌豆豌豆人 四种都是蔬菜类吗 民众傻傻搞不清 就会一直以为它就是蔬菜 然后很好消化 绿色的 它是植物 算蔬菜吧 应该是蔬菜 统统答错 其实豌豆人最常在营养午餐中看到 就是三色豆的灵魂食材 它不是蔬菜 是淀粉 有啊 就三色豆那种豌豆人 就吃起来 就粉粉的 原来因为收成程度的差异 豌豆剔除表皮后 里头的豌豆人就都是淀粉 比一般的蔬菜热量相差五倍以上 如果你在减肥的时候 你想要少吃一点 少吃一点白饭的话 你可以用它来代替你的淀粉的来源 全身绿绿的 还有黄地豆也是淀粉类的一种 吃起来有饱足感 也富含铁质 热量却比白米低 还有下韭菜毛豆每100公克的蛋白质 甚至超越鸡蛋 属于蛋豆鱼肉类 就你吃起来感觉粉粉的 它就是归类在淀粉类里面 吃起来比较有Q弹的感觉的 你就把它归类在蛋白质里面 夏天到了 爱美女性要有好身材 拟定减肥计划 但得搞清楚不是绿色植物 就叫蔬菜 以免吃错东西越吃越肥 记者杨胜李云杰台中报道 宜兰知名包心粉圆店 挂了一条促销布条 推出买二送一的活动 没想到引发消费纠纷 网友在脸书抱怨公社上投诉 说在这间粉圆店 买了两碗包心综合豆花 和一碗包心综合烧仙草 本来以为是买二送一 结果最后却被收了三碗的钱 民众大傻眼认为被骗钱 其他民众也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网友看到提问后也洗版灌报 说这种行销手法我不行 以后看到这家包心粉圆就拒吃 以后去买吧 最讨厌这种广告不实 看到消费者反弹一波波 业者也赶紧出面澄清 店家已经把不条线取下 就怕其他民众会误会 同时承诺消费者只要凭发票 就能补领赠品 原本希望刺激买气 却因为过程疏失 变成引爆怨气 也让业者始料未及 记者林医生黄文君 许国豪宜兰报道